听说过职业劫匪吗? 是的没错,现在劫匪都有专业素养了 说了只抢劫就只干抢劫,绝不杀人放火 再来看看这个戴墨镜的豹牙 我不说的话,你能看出来他是郭富城吗? 豹牙郭富城,拜顶林家洞 哦,还有一个花头发的任贤奇 三位天王级的人物再就业了 这次三人要干啥呢? 临时结案 电影《临时结案》讲述了一对难兄难弟 慕容辉和丽水,计划要抢劫 却意外被汉匪梅兰天搅居 三人临时决定组队抢劫,却不料钱款早已被截足先登 于是三人各怀鬼态 你抢钱,我抢你,都想吞并这笔钱 与此同时,张可怡饰演的女警江姐也将三人锁定 精彩的枪战和抢劫一束即发 对我来说,这部电影的利益或许有点意思 但我更对爆牙的郭富城感兴趣 要知道这么多年来郭富城但凡露面一定都是帅的 四大天王啊家人们 谁敢相信人到中年的郭富城会是这副模样 或者说他愿意打破自己天王的偶像包袱 去诠释这样一个匪徒的角色呢 任仙琪也一样 他带给观众更多的是青春洋溢,羞涩的样子 虽然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他了 但看他画白的头发,还是有点唏嘘 莫非老了的偶像任仙琪就长这样 两位偶像愿意放下帅气的脸去演两个丑诀 确实是有心到我 电影以专业汉匪速成指南为因 以荒诞幽默的风格 讲述了汉匪梅兰天书八手教学如何打击的一幕 不伤无辜,不苦兄弟,蒋文明,懂礼貌 四条汉匪手则,彰显个性,幽默十足 第一次当劫匪的丽水和木若辉 买枪扔炸弹,尽显笨拙 直言,我们先练习,然后去踩点 和游刃有余的梅兰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耳朵声导演此次担任监制 纯会熟悉的犯罪题材 为电影临时检案,保驾护航 香港导演麦麒光曾多次担任杜西风电影的副导演 经验丰富,游刃有余 此次自编自导,在传统犯罪港片的技术上 叠加荒诞喜剧风格,心意十足 绝对可以满足看你港片的观众们 电影还有许多香港老戏骨 喜欢港片的小伙伴,一定不能错过 电影临时检案,定到明年1月19日上映 感兴趣的小伙伴记得一定要去观影 看《爆牙过腹城》如何叫人抢劫吧